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一直一直想 你那片片空才太美妙 跟你在一起 永遠沒辦法 我遇見你就笑 你那單獨劇指示不到 跟你在一起 永遠沒辦法 我已經為了什麼 我遇見你就笑 因為我 你愛上了你 就能付你的預料 我遇見你就笑 你那片片空才太美妙 等你在一起 永遠沒辦法 我遇見你就笑 你那片片空才太美妙 我遇見你就笑 我遇見你就笑 因为我已爱上了你 因为你全负你的预料 我以前你就想 你哪怕偏偏公才太美妙 跟你在一起 我永远没烦恼 永远没烦恼 永远没烦恼 那南风吹来清凉 那夜明天生气场 天下的花都入梦 只有那夜来想 促鲁着芬芳 我爱着夜色满满 也爱着夜阴火长 更爱那花般的梦 爱我为你的她 我为你自量 因为我们都喜欢邓丽君的歌 因为都喜欢邓丽君的歌 我们最终成了好姐妹 我记得当时 听到她的第一首歌的 那个歌名就叫甜蜜蜜 就像一股清泉一样 就是流露到我的新鲜 觉得她特别温柔 有才华 很可人 被这个本身感觉的邓丽君 那个人也挺 又长得又甜 唱歌唱得又甜 音响特别好 就是一直到现在 还是很喜欢邓丽君的 我爱着夜色满满 也爱着夜阴火长 更爱那花雨白的梦 又抱着夜来想 我爱着夜来想 我为你歌唱 也爱想 我为你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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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丽君一生演唱了近两千首歌曲 不仅征服亿万歌迷的心 更影响中国几代歌手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也真 我的爱也真 月亮在我的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也不愿 我的爱也不愿 月亮的摇摸的心 轻轻的东西 已经不愿意 深深的东西 我爱你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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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你我爱你 我爱你 你我爱你 我爱你 看月亮的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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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and a tree 你我爱你 再过几天 Teresa Tain 邓丽君 就离开了我们 整整二十年了 我跟很多喜爱她的 观众朋友们一样 我常常会想 如果今天她还活着 六十二岁了 会怎样呢 或许她会继续唱 很多动听的歌曲 然后到世界歌地 开演唱会 还是活在人们的掌声 与欢呼声当中 也或许她不唱了 就在世界某一个角落里 跟她最深爱的人 过着幸福的生活 不过 这只是我们的期盼罢了 今天我们只能怀念她了 怀念的 不仅仅是她留给我们 优美的歌声和甜美的笑容 还有她 仍然经历背后的情怀 邓丽君唱歌的天赋 在童年时期就出路锋芒 十岁或中华电台 黄梅调比赛冠军 十三岁或金马唱片公司 歌唱比赛冠军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台湾 正值经济起飞之际 歌厅夜总会 如雨后春笋 一样开张 此时才上初中的邓丽君 开始到歌厅演唱 邓丽君年纪小 歌艺好 长相清秀可人 名声越来越响亮 被封为娃娃歌后 然而 他的舞台生涯 开始的也并非一帆风顺 邓丽君也一度 遭到同行的排挤和打击 年幼时 遭受的这些人情冷暖 使邓丽君相当感慨 他说 在成名之前 自己也经历过一段 巴望着有歌唱 不敢计较排名先后的苦日子 尤其是许多老板 只要看到 红牌歌星到场 还会临时支开 他这种小牌新人 不让他登场 常让他感到委屈不已 1968年的一天 年十五的少女歌手邓丽君 得到了一个 绝大的演出机会 可能还是信任吧 难免有所紧张 在排演的时候 他忘词了 被制作人狠狠地骂了一顿 还取消了他的演出资格 当他一个人回到化妆间之后 他说 很久 很久 当时的他 肯定不知道 这个小小的挫折 其实给了他更大的动力 推动他付出更多的努力 更多的忍耐 更多的坚持 让他日后成为了 世界文明的歌者 有华人的地方 就会有邓丽君的歌声 就会有十一个掌声响起 邓丽君 有个演员没来 你踢他上场吧 好了 别再哭了 机会又来了 加油 下场 下场故事多 充满喜和乐 若是你到小城来 收获得多的坏 看似一幅花 听下一首歌 愿生境界真伤美 这里已包裹 终于我 终于我 小春故事真不错 心里的朋友 一起来 向上走 心里的朋友 一起来 说一说 小春故事真不错 心里的朋友 一起来 向上走 我 向上走 向上走 邓丽君的歌唱事业蒸蒸日上 除了在台湾内地以及香港红的发子外 事业的芝曼开始延伸到东南亚等华人地区 她的不少歌曲 也都成为了传唱度很高的热门歌曲 邓丽君接连在马来西亚巡演 深受大马观众的喜爱 很快拥有了许多的歌迷 那一年她才刚刚十八岁 也恰恰在这个时候 她的初恋出现了 1971年 18岁的邓丽君来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 登上了当时高大上的《五月花大酒楼》演出 第一天表演的时候 邓丽君发现 前三排座位上的观众特别专心致志 眼神中流露出对自己的尊敬和欣赏 然而第二天 第三天邓丽君发现 前三排的观众始终是同一批人 专注的神情也依然没变 这引起了她极大的好奇心 表演结束后 邓丽君了解到 是一位名叫林振发的神秘人 包下了她所有演出的前三排座位 于是第二天 邓丽君决定 与这位神秘人士进行一次礼貌性的见面 林振发当年23岁 是吉隆坡大东亚造纸有限公司董事长 年纪轻轻就成为了马来西亚青年企业家 由于被邓丽君的歌声所迷倒 她开始对18岁的邓丽君展开疯狂的追求 两人很快坠入了爱河 开始频频约会 当时邓丽君疯狂的迷上了骑马 而林振发正好是不愿意的业余骑尸 他们两人就经常一起去骑马 据当时的媒体报道 邓丽君与林振发的恋情迅速升温 一度达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并且邓丽君可能会在三年内 嫁作林家媳妇的传闻也不觉入耳 当年的邓丽君完全沉浸在一片甜蜜蜜的幸福之中 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只要手揉心 我一时休息 我一时休息 啊 在梦里 梦里 梦里见过你 甜蜜蜜 甜蜜笑的多甜蜜 是你 是你 梦前的就是你 在哪里 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只要手揉心 我一时想起你 啊 在梦里 我一时想起你 然而 天有不测风云 1978年的一天 正在高雄演出的邓丽君 收到了一封夹急电报 他的男友临阵发 心脏病突发 情况十分危急 但是 邓丽君第二天的演出 根本无法中断 他也因此 没能见到心爱的男友 最后一面 当年 内心承受着 巨大悲痛的邓丽君 只能选择在舞台上 用自己的方式 表达对男友的怀念之情 我叫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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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 我叫梦里 向前固執那一天 我会永远永远 爱你在心里 是爱你不要把我忘记 我永远怀念你 为了你去 为你深心 为你听 为了你那次的一生 怎么忘记这些 我的爱在今 不知何故想想 对白美了 我的爱上在今 对白美了 从此后一分 我会永远永远 爱你在心里 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 我永远怀念你 为了你去 怀念你去 怀念你去 我永远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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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知道 邓丽君演唱这首歌的时候 当时为什么会泪流满面 也许是通事爱人之后的伤心欲绝 也许是没能见上最后一面的深深遗憾 我只知道 每当听到这段旋律 每当看到这个画面 每一个爱她的朋友 内心都会充满了满满的联系 我想当天在场的所有观众朋友们 一定都会和我一样 很想很想上去给她一个安慰的拥抱 还好 在日后的日子里 她最终选择了坚强 选择了留在这个她钟爱的舞台上 继续为我们发光发热 邓丽君最接近婚姻的一次 是和香格里拉集团的董事长郭孔诚订婚 郭孔诚生于马来西亚的富豪之家 是东南亚华人社会中 号称首富的名门望族 郭孔诚比邓丽君大七岁 素有花花公子之称 但这次郭孔诚似乎是由衷地爱上了邓丽君 人量歌甜 性格温柔的邓丽君 很让郭孔诚着迷 然而已经二十九岁的邓丽君 已经不是十年前那个清纯的少女了 对人对事开始有了全面的看法 郭孔诚头脑敏锐 做生意很有手段 这让从小都独立自主的邓丽君十分欣赏 并且通过交往 邓丽君发现 郭孔诚对他十分诚恳 也很有修养 不同于一般的那些纹固子弟 很快 两人的恋情就发展到了订婚的阶段 1981年 邓丽君举行订婚发布会 他生前的好友回忆说 那是邓丽君最甜蜜幸福的一段日子 他对这段感情非常认真 邓丽君和郭孔诚原定于1982年3月17日 举行婚宴会 当时 邓丽君和香格里拉字样的红色火柴盒 然而就在洗铁和婚纱都准备完毕的时候 突然发生了变故 郭孔诚的祖母向邓丽君提出三个结婚的条件 第一个就是要将过去的历史说明清 第二是 嫁到国家后必须马上退出演艺行业 最后一个就是 断绝与娱乐界朋友的来往 尽管这三个条件对邓丽君来说是那样的不公平 但作为一个渴望步入婚姻殿堂的普通女人 邓丽君在经过一番心理斗争后 还是同意了条件的第一项和第三项 他同意说明过去的种种 同意不和演艺界有来往 也会忘记过去所交往过的男朋友 唯一的希望是 请让他继续唱歌 不能站在台上 至少可以让他出唱片 可是就连邓丽君这唯一的愿望 这最后一丝幻想 也被国家的老祖母否决了 在邓丽君孤立无援的时候 他还坚信自己的未婚夫能解决一切问题 他甚至曾跟郭孔城提出 自己离开心爱的歌唱事业 郭孔城放弃家族产业 两个人一起远走高飞 可惜郭孔城却不愿因此与国家决裂 也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 不久后 郭家单方面传出解除婚约的消息 郭孔城最终选择了他的事业 邓丽君也最终留在了他所钟爱的舞台上 1982年当邓丽君在舞台上再次唱起 《再见我的爱人》这首歌时 同样的舞台 同样的旋律 不同的却是他的心境 记得我头一次在香港开演唱会的时候 又是唱这首《Goodbye my love》 我没想到经过这么多年呢 大家都是一直这么支持我 好多谢各位 我想对你们说的就是 我们都能感受到 这一次邓丽君在这个演唱会上 他内心的激动和波澜 在那个特殊的时候 又经历了那么多的人生变故 他内心应该有太多的情绪和想法 无法跟别人分享的 可是这一次舞台上 他并没有流泪 反而表现出了 他作为一个女人的独立和气概 虽然历经了情侣的坎坷 可是他是知道的 他看到 他听到 他感受到 在这世上还有着千千万万个 深爱着他的观众朋友们 每天为他鼓舞着 而我们 我们的内心 也是有着千语 要向他诉说的 就是在我十岁那年 我的父亲离开了我 而在那段时间是非常痛苦的 那段时间 很不愿意去学校的 我就有一种 很自卑的心理 我觉得我怕到学校之后 同学们会有一种 或者一样的眼光看我 或怎么样的 然后到了学校之后呢 有一段时间呢 我就在课余的时间 就会唱歌给同学们听 因为当时 我已经会唱很多 邓丽君的歌曲了 那在我唱歌的时候呢 我的同学们就会围在我的身边 他们就会来听我唱歌 那么在那样的情形下呢 我觉得 我当时是没有自卑的 我觉得我很自信 因为同学们可能都不会唱 只有我会唱 非常的感谢 感恩他 给我们许多人带来了快乐 温暖 一直吧 他的很多歌曲吧 都给了我力量 让我感觉到呢 生活的美好和幸福 我觉得我应该还应该追求 我的幸福和爱情 于是呢 最终我还是遇上了 我现在的老公 所以我现在很幸福 很开心 妈妈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但是呢 听完邓丽君的歌以后 妈妈是一个 妈妈就会变得很温柔 很温和这样子 我跟我妈妈之间 我们俩都不是特别特别的 会互相会去表达这样的 表达爱这样子 最喜欢听的是前言问语 所以这首歌呢 我想怎么也很好 我知道为了什么 有助他围绕着我 我每天都在祈祷 我每天都在祈祷 那天起 你对我说 你对我说 千年和万云 随不云伦过 我知道为了什么 忧愁它围绕着我 我每天都在祈祷 拐开车牌的寂寞 拐开车牌 拐开车牌 拐开车牌的寂寞 不知道为了什么 忧愁它围绕着我 我每天都在祈祷 快按照爱的寂寞 邓丽君一向都是以温柔美丽而示人 可在1986年也就是取消婚约的三年后 邓丽君剪掉了他的一头绣发 像个假小子一样 留着短发 邓丽君开始想要突破自己 并且更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 开始火出真我 这样的邓丽君 似乎和所有人印象中的不太一样 之后更是有了邓丽君和林青 在法国海滩罗勇的事情 你怎么里边提到这个邓丽君绕在你 已经躺下的这个躺椅旁边 一直在那想念叨 说我可不能这么做 我可不能这么做 什么意思 他你做什么了 我做了一件法国人都会做的 法国女人在那都会做的事啊 什么 什么事 日光浴嘛 是这样 日光浴嘛 很好 然后呢 然后呢 就两个很开心的就去游泳了 我们就爱怎么游怎么游 我们笑得多开心 大家在鼓掌 你们是不是还想知道 什么叫爱怎么游就怎么游 我们就是爱怎么游就怎么游 就是爱怎么游就怎么游 我是斗争了很久 可是很久 很久 五分钟 三十秒 差不多 差不多五分钟 因为我看到青霞她 青霞先 对她 对她 她曾经 去年时候 她撕过了 先撕过了 对对 所以 我看她 想想想 我们的青霞小姐都 这样子 好不容易 我还遮着弄 我还遮着弄 我还等 对对 那感觉怎么样 感觉 就是觉得好像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旁边的人没有人认识就是 最终都变超明的 透明的眼 更透明的 所以很 很自在 对对对 就是很 没有隐私 没有 都没有 事后 邓一军和林青霞都不止一次的公开表示 当了十几年的公众人物 一直在压力约束下 过着没有自我的日子 一起罗永的经历 有一种解放的感觉 那么轻松 那么自在 十分快乐 或许 罗永在一开始的时候 只是林青霞的怂恿 但在他甜美温婉的舞台外衣下 可能也曾有一个顽皮的少女 一直住在他的心里 年少成名 给予了他荣耀和财富 却也剥夺了他一个普通少女的童年 没时间玩耍任性 急匆匆地 便被唱片公司包装成了 那个甜美的邓丽君 或许正因为如此 年近四十的邓丽君 毅然剪去长发 告别了公主群 在朋友面前 做回了真正的自己 除了追求真我之外 邓丽君在他的歌唱道路上 也开始寻求突破 他努力地尝试不同的曲风 改变他的唱法 可是效果还是平平 而当他到处演出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要求他 只唱老歌 所以在他的内心 或多或少 会有一些失落感 确实是挺痛苦的 你想想看 作为一名艺人 我想改变 你不让我改变 好我不改变 可是你们又说我一成不变 所以很多艺人 都是活在矛盾与纠结当中 无奈 不过值得他感到安慰的是 他的歌声府 为了多少异地漂泊的 孤独灵魂 成为了多少四项人的寄托和 海外华人的精神支柱呢 数不清 成为了多少异地漂泊的 孤独灵魂 你要去哪里 心仰有事情 我没有欢迎 世情无疑 虽然没有我心中是你 当时我一个人在一国他乡 感觉挺孤独的 而且也感觉特别孤单 突然就唱起来邓小姐的歌曲 然后就感觉挺有成就感 而且就是也没有那么孤单了 他的歌曲里面给我了很多的力量 我们这些在一厢奋斗的人 每次聚会的时候 我们都会唱邓小姐的歌 然后每次唱歌 我们就感觉到 离我们的家乡更近 更亲切了 我是一个体操运动员 一般出国比赛 也是为国争光 然后可能压力就非常大 然后在出发比赛 或者是比赛休息期间 都会听他的一些歌 然后因为他的歌 比较柔美柔和 这种压力就会越来越小 反而没那么紧张 会越来越自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90年的春天 第一点 法国一家普通的经理 在这里正进行着一场烛光晚餐 主角呢 几位富有浪漫情调的音乐人 当中就有邓丽君 就是在这场饭局中 邓丽君留意到 坐在角落里的那一位 年轻小帅哥保罗 以往邓丽君在众人的面前 总是表现身装大方 可是今天晚上有点不一样 只见他不随着瞟一眼 那一位长发小帅哥 等到要上甜点之前的空档的时候 他羞涩地跑到保罗面前 滴滴咕咕咕讲了几句话之后 又回到自己的桌上 原来他要到了保罗的联系方式了 而这一次也是邓丽君 唯一的一次主动追求爱情 我很佩服他 虽然在情路上受了那么多次的情伤 可是他还是屡败屡战 始终相信爱情 经历过两次运运的打击 原本觉得自己已经对婚姻和爱情 不抱任何奢望的邓丽君 在邂逅了保罗之后 似乎重燃了对于爱的希望 邓丽君没有想过 自己会在法国这片充满着浪漫气息的国度里 收获这样一份平凡的爱情 这是保罗镜头下的邓丽君 画面中一直向邓丽君喊着我爱你的声音 就是保罗 在这样的镜头下和保罗的声音中 我们能够感受得到 保罗对邓丽君那份浓郁的爱 这时邓丽君为保罗在沙滩上画上一个大大的心 两个人的爱情就是如此毫不掩饰地张扬着 这份爱情里没有地位 没有比较 只有简简单单的 我爱你 在这些模糊不清的影像中 我们看到邓丽君和保罗在世界各地游玩 两个人在沙滩上拥抱亲吻 互相为对方拍摄留念 在保罗的镜头前面 邓丽君鬼脸搞怪样样不差 完全不像他一贯给人的端庄乖巧 四十岁的他在保罗面前 一个正直青春期的少女 此时的邓丽君虽然无法忘记过去的伤痛 可是人不能抱着伤痛过一辈子 伤痛过后邓丽君在保罗身上找回了爱情 找回了属于自己的那份快乐 保罗对邓丽君来说不仅仅是一个伴 而是他的亲密爱人 这是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泰国清迈每一瓶酒店的影响 邓丽君和保罗来到清迈后 以着邓丽君的习惯 选择了这个相对安静一点的酒店 这一天酒店举行了一场跨年舞会 舞会上的邓丽君打扮成了东南亚女孩 唱歌跳舞和保罗一起迎接她们的第五年 那时的邓丽君言语中对未来充满着希望 可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面前的这个看起来活泼健康的邓丽君 她的生命即将定格在一九九五 歌手周冰茜曾在邓丽君去世前 与她有过一面之远 让人遗憾的是 这是周冰茜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见到邓丽君 一九九三年的十二月三号 这一天对于我来说是终身难忘的日子 因为那一天呢 我是作为获奖歌手 参加日本第二十六届 有限大赛的一个音乐会 然后呢我就早早的到了化妆间 进去以后呢 诶我发现有个歌手比我更多 穿着一身粉红色的衣服 连袜子鞋子都是粉红色的 在大声的练身 当时我觉得诶是谁呀 正在想的时候呢 只见我经纪人 兴冲冲的跑过来跟我讲 好像邓丽君也来参加这次活动哦 他是那个演唱嘉宾 特地从法国过来的 我说他在哪 我要找我要找他 然后他说 好像是跟我们是一间化妆间哦 当时我一下子就愣了 诶我想是不是就是刚才那位女士呢 然后再回过头去看他的时候呢 突然觉得他那一身的粉红 是那么的可爱 哦原来他还那么温柔 讲话的声音也是那么好听 然后邓丽君当时看我 说哦我还以为你是日本歌手呢 所以也没来过来跟你说话 那在国外发展是很不容易的 你一定要努力哦 为国争光 当时我真的觉得他好亲切哦 正好当时我还带了一个照相机 就像歌迷见到了自己的偶像 然后我们俩在那个化妆间 很自然的勾在一起 做了这个V的手势 所以这样照片到现代 我都非常非常的珍惜 哎 但是第二年 我是九三年的年底见了他 九五年的五月八号 在我工作结束回去的路上 我听到电台里边播放 邓丽君小姐去世的消息 真的非常非常惋惜 当时我觉得我的眼泪都 忍不住流了下来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的话 我想对邓丽君小姐说 你一定要好好的保重自己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时刻把药放在身边 因为我们爱您的歌声 爱您这个人 所以为了我们 你一定要继续唱下去 唱更多更好听的歌曲 可是这一天再也不会到来 真的非常的遗憾 现在我们只能在人间 听你在天堂为我们唱歌 1995年5月8日 邓丽君因为突发哮喘 抢救无效 永远地离开了那些深爱他的歌迷们 追思会那天 邓丽君甜美的歌声 回荡在灵堂中 邓丽君身着他生前最喜欢的桃红色长裙 安静 安静地躺在棺木中 邓家人排成一排 向邓丽君鞠躬 演艺界人士 向邓丽君鞠躬 自发赶来的歌迷 向邓丽君鞠躬 他的墓碑以黑色大理石吊致 被鲜花和绿树环绕 黑白相间的琴剑 随处可见的音符 日夜不停的歌声 速尽他一生的最爱 音乐几时悠 八九闻青天 不知天生功全 今夕是何年 我觉得他那么美好 那么漂亮 那么在这个世界上 他得到的太少了 那么我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 能够得到更多更多的掌声 前天去台湾的时候 他的北线 专门有一个就是金某山 打听那个位置以后 就专门去旅趟 但是去了以后呢 我就坐在他目前呢 我就感觉他还活着 就在我眼里头 他永远就是那个 就是三四十岁的一样 他的好朋友林青翔 然后曾经说过一句话 就是 别人都认为他去天堂了 而我只认为他在年间 其实我感觉这句话 特别有意义 我只认为他在年轻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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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曾经居住过的香港 赤柱别墅中 住了一年 每天不是闷在别墅中 就是去他和邓丽君 曾经到过的地方 一待就是一天 邓丽君去世三年后 也就是一九九八年 保罗将他与邓丽君的生活录影 呈现给了公众 他说 他想要世人知道 邓丽君并不是舞台上的洋娃娃 他还有另外一面 那时 保罗剪掉了他的急腰长发 也不再是那个 茫茫壮壮的毛头小子 眉目中 多了许多忧愁 为什么是好时代 为什么是不可惜 所以我求求你 别让我离开 如果没有遇见你 如果没有遇见你 我将会是在哪里 日子过得怎样 人生是否要真心 也许我是每一人 过着几番的日子 不知道会不会 也有爱情 也有爱情甜如鸣 任时光自作流去 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感如你的清醒 夜神情愿能够得到知己 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所以我求求求你 别让我离开你 除了你我不能等到 我的心甘情愿能够得到知己 我会迷失去 我会迷失我自己 心甘情愿能够得到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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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你我不能等到知己 除了你我不能等到 你不自情愿 人世之光自作流去 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能够得到知己 心甘情愿能够到你的清醒 心甘情愿能够得到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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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心甘情愿能够得到知己 所以我求求你 你别让我离开你 别让我离开你 除了你我不能等到 我的心甘情愿能够得到你 许多年前 整整一代的人陶醉在他的歌声里 许多年后 这一代人在他的歌声里迈向 成年 重年 甚至年 而他的歌声还在影响着 这一代的人 时间 让深的东西越来越深 让浅的东西越来越浅 我们是需要很久很久 才能够弄明白 自己真正怀念的 到底是怎样的人和事 以上 是张爱玲所说的 我想说的是 到今天已经二十年了 够久了吧 所以我们确定 我们怀念的是他 Teresa Tan 郑立军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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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 我愿意 不愿意 你 我愿意 你 你 我愿意 我愿意 你 你 邓丽君的一生绚烂至极 但也有一些令人忧伤的遗憾 不过这些遗憾却因为他的积极进取 而转化为不完美的完美 没有完整的学历 他已超越学历框架的成就 证明人生才是读不尽的书 没有完美的婚姻 但他从波折里学会豁达 在演唱录上找到自我 完成自己的幸福与感动 他更加高强的坚韧 承受了走在时代浪尖上的 各种痛苦和考验 二十年了 我们羡慕他 尊敬他 迷恋他 怀念他 我愿意游万山 与他情细 无难千年千年